现在拜登就职大典在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竟然收到了勤资 有人计划在拜登就任总统的这一天 在华府以及全美50州 发动遍地开花的武装抗议行动 这消息一出 华府即刻进入紧急状态戒备 全美万五千名国民兵整装出发 前进华府要守住拜登的就职典礼 不会变成这副模样 大批暴徒攻占国会 现在还有示威者 对警方冲撞丢职灭火器 这一幕幕都在改写美国的政治史 现在FBI更接获勤资 有人策划在全美50州 以及华府发动武装抗议行动 这也让华府不敢大意 即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在国会暴乱当天 副总统彭斯与部分议员 被带往地下通道避难 这让华府广大的地道网跟着曝光 这座地下网络 目前至少有19条连通地道 设计有专属地铁系统 还有邮局商店等设施 俨然就是一座地下城镇 除了可以当作紧急避难设施 也能连接各政府机关大楼 不少华府员工天天都会穿梭在这地下世界 另外因为没帮川普扭转大选结果 川普和彭斯已经一星期没交谈 不过有之前是透露 两人已经谈话还破冰 双方还说要一起工作到任期结束 意味着川普肯定不会提前下台走人 至于川普的女人伊凡卡 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 传出忤逆父亲要出席拜登的就职大典 据传川普相当愤怒 还批评女儿做了最糟糕的决定 记者做个报道